3月28日上午,湖畔大学新校园奠基仪式在杭州进行 校长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现场表示 我们为湖畔大学要办300年的愿望奠基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,照片中竟然出现了李彬彬的身影 近来民生日盛的湖畔大学,由马云、冯伦、郭广昌、石渝柱等企业家学者发起成立 专注于培养拥有新商业文明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新代企业家 2015年3月,湖畔大学举行第一届学院开学典礼 首批学院就包括王小飞等人 此前,湖畔权已经作为第三期学院的身份被湖畔大学录取 湖畔大学每年招收的人数少之又少 而且录取要求非常之严格,录取率也相对非常低 而如今,李彬彬能从2600人中脱颖而出 获得录取率仅为1.8%的湖畔大学的录取,可谓实力非凡 说不定演员这一身份也是李彬彬的兼职 据悉,李彬彬早在2009年就开始不断尝试投资 此前还与好友人权黄小明一起创办火锅连锁餐厅 如今更是稳头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之一 可见娱乐圈的女明星除了个个长得美艳之外 也充满了智慧,实在令人佩服